又是一年中秋佳节 团圆也少不了的 当然是各大秋晚了 今年依然是热热闹闹的 除了央视之外 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 也都带来了精彩的晚会 舞台上的女明星们 也美出了新高度 在不同的演出中 贡献出让人耳目一新的 国风新造型 有的一展前年的底蕴之美 迎在了大气槽 有的古典优雅 温婉大气 美得令人陌生 今天就让刀刀带大家 去看看当晚的明星们的表现吧 先说顶流居静一 她在B战中秋晚会上 做了嫦娥仙子造型 在舞台上再歌再舞 宛若仙女下凡美不胜收 这次的居静一又美出了新高度 她完美向大家展现了 什么叫做仙气飘飘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像嫦娥 居静一的嫦娥造型美则美意 却跟嫦娥仙子不太沾边 若不是字幕显示 她演的嫦娥根本看不出来 以为30岁居静一扮演的嫦娥 已是惊艳绝伦的存在了 结果看到王楚然 若月亮没来舞台的那一刻 真得完全是端庄大气的 长相惊艳全场 央视镜头都美到窒息了 这戒绝了啊 一袭白色挂拨长裙 与珍珠项链 朱远玉论的爵士大美人 巨像化了 如果说菊静一是扮演嫦娥 那王楚然完全就是 真嫦娥仙子降临了 是美人就算了 绝美甜嗓音一出就宛如天籃 这戒真的完全被低估了啊 菊静一虽然也很灵动漂亮 但王楚然的端庄大气 当晚是真的亮眼啊 同为九十五四美之一的周演 上了央视中秋晚会 一张精致无敌的脸 都比不过端庄大气的王楚然 虽然这次稳定发挥了道香 整个人也非常明媚可爱 一条简单的碎花裙 宛如稻田中的精灵 而要说本届中秋晚会的国风 扮相天花板 那绝对非陈丽君莫属 总乐剧演员 非生成人气女明星的她 古装不是她的舒适区 而是她的统治区 她在河南卫视和央视的 两个古风造型 都把古人的风流血液 体现得淋漓尽致 唱一期《红尘》时 她一人分尸两脚 在龙门客栈 演完了一整场独角戏 前一秒还是 眉眼如丝的红衣女侠 下一秒就变成 鹦鹉不凡的玉面郎君了 雌雄难辨 明明是女扮男装 却比男明星还有杀伤力 一首歌的时间 就把一台晚会的质感 拉升到一部武侠电影的水平 唱《君事山》时 她和戴权合作 戏曲唱腔在高山流水间流淌 换上一袭素雅的白衣 又从江湖回到了庙堂 神态举止 跟她的装扮始终高度匹配 风流倜傥地转一下扇子 观众的心都被勾走了 40岁女星唐燕 搭档男星李谢宴 唱《若月亮没来》 面对央视高清镜头 唐燕稳稳经受住考验 皮肤细腻 妆容清爽 满脸不见一点科技感 眼角隐于显出的戏文 反而让她整个人更为鲜活了 除了状态保持不错 唐燕还选对了造型 滑指刺绣高顶浑纱 嫌弃飘飘 很是适配她的身材 只是唐燕还是太过干瘦了 一旦镜头单独特写她的上半身 没了大裙摆加持 瞬间就显得唐燕头大身小 看得出她的身材比例有些不协调 这里也是建议唐燕选择礼服的时候 考虑一下头肩比了 和唐燕一起合唱 若月亮还没来的李现 她这次挑战也不小 既然来了段rap 她唱起来还是蛮有自信的 眼神也很有戏 整体造型也是体重带帅 当唐燕和李现同框后 画面甜度爆表 董事的导演已经开始递本子了哈 女星刘涛独唱明月千里记相思 一条淡蓝色的纱裙 还挺有中秋氛围感的 刘涛的发型稳婉大气 妆容淡淡的更能凸显她的美貌 恰指一算 刘涛也有46岁了 从歌声到状态都稳稳在线 面对阳史高清镜头 刘涛的肤色和皮肤纹路格外真实 总算不是人人冷白皮了 不过一道静静特写 刘涛意外显出一丝尴尬 她的烤刺压还是那么强劲 一整个白道发光 太引人注目了 作为专业舞者 认真跳起来的金晨 还是很懂如何传达忠实美学的 温婉的素三盘发 扮遮面的团扇 粉色刺绣心中式套装 独上高楼一栏杆 和轻平调的韵质相得一张 月下独舞的金晨 显得灵气逼人 央视镜头还特别偏矮 给了她好几个不同角度的脸部大特写 不管是吊钻的仰拍 还是炫技的俯拍 不管是近距离的对脸拍 还是不经意的表情捕捉 虽然没有精修图里那么完美精致 但好歹也算扛住了 没有大崩大垮 关小彤三等央视中秋晚会 在造型方面 她已经颇有心得了 别出心裁的镂空中式连衣裙 超短的裙摆 秀出大长腿 发后一簪清秀素雅 不会让人觉得过于暴露 恰到好处的起到了文静内脸的平衡感 仔细看 她穿的还是一双滴滴鞋 一般这么大的舞台 提起的高跟鞋 绝对是女明星的标配 所以她特地换鞋让身高 应该是为了照顾合唱的毛小彤 让两个人同框的画面 看起来更合血吧 果然她的造型可能会翻车 但她的腿绝对不会输 只要露出来 就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这么一看 173的关小彤和163的毛小彤 原本10公分的身高差 一下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两个人也美得歌有千秋 虽然是第一次合作舞台 但看起来两个人私下的关系应该不错 就连服装造型都有商有量的 当毛小彤遇上关小彤 样是高清镜头下 有人猜得到二人年龄差吗 答案揭晓 毛小彤比管小彤大9岁哦 就二人同框状态看 毛小彤状态维持还是不错的 刘涛在本届中秋晚会上 也隔空贡献了多套国风造型 在河南卫视 他用一只蓝色绒花发簪串连起前世今生的故事 青色汉服竖近别离苦 白色旗袍一出相思仇心 一首歌仿佛演完了一整部电视剧 在杨氏秋晚水秀杀裙点的则是嫦娥奔月的题 35岁女星张涵韵和李玉刚合唱赤玲 没想到却是穿了一身蓝裙上场 同色发簪是亮点 可惜裙子质感不佳 设计还不太适合张涵韵 特别是袖口部分 很容易显得胳膊粗 发型也不够绿落 相比较之下 女星童谣的造型选择就相得一张许多 凸显文婉气质 整个人很是清爽干净 芒果秋晚上 张雨昕 谢可迎 张子宁合唱的蓝婷婿 也是国风拉满 虽然古装都已经极尽古风 但三个人的装造还是太现代了 高光鼻尖 紫色眼影 右面口红 网红装难免让人有点出戏 浓烟有余 古艺神韵不足 总觉得自带清冷感的古风 跟中秋节的氛围感会更配 女明星在东方美学的舞台上穿心中式 看着真的很舒服 只要拿捏好分寸 就能美得毫不费力 希望以后在各大舞台上 能欣赏到更多国风穿搭的美 周深带来了两首不同风格的歌曲 一首是婉转悠扬的梁柱 一首是澎湃燃动全场的相光而行 周深摆遍歌王的称号真不是吹的 听的人心情好舒畅啊 看完了央视精彩非凡的秋晚 另外两场也相当热闹 忙碌的周深在湖南卫视 也唱了一首向航天致敬的歌曲 还曲风略带爵士 周深温暖的嗓音 也唱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实在是绝 魏大勋唱了一首动感十足的《我想当风》 想不到她和这种风格这么搭 真有种男大学生的feel 帅得蛮青春的 东方卫视的秋晚 让佟丽娅一人分饰两脚 不论是猫女还是玉兔 佟丽娅都美得歌有特色 既可摇艳优能古典 也是没谁了啊 中秋当晚最惨的女星要属周英然了 本来确认参与了中秋晚会录制 但因为于世风波 最后10个没有出现在节目单中 周英然和于世合作出演了电视剧《我的阿乐泰》 聚集在央视播出 口碑相当不错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有了登上央视中秋晚会舞台表演的机会 可惜就目前的情况看 周英然未来大概率很难再靠《我的阿乐泰》 获得曝光机会了 毕竟男主都翻车了 而于世身上还有一系列电影大项目 受到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从鸿海行动续集《蛟龙行动》 到《五金主演武侠》大片标人 于世参与的电影项目一个比一个投资大 班底都是夜内顶级 还都在等待上映阶段就这一点 也能看出于世在娱乐圈上位的速度有多快 目前就有网友爆料表示 最近于世拍摄的电影通告单上都没有他的名字了 这里强调一下爆料来源不明 还没有实锤证明 大家姑且一听 不要尽兴 只需要知道央视中秋晚会 确确实实把于世除名就够了 足以证明他的私生活争议 并非用一句桂圈争乱就可以掩盖过去 其实于世并非娱乐圈 第一个因为私生活影响前途的明星 近年太多明星翻车 偷睡漏睡 违法犯罪台程队 私生活争议加在其中看似影响不大 但是有句话叫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标准 从收入到社会地位都极高的208们 对他们的要求难道仅仅是不犯罪就够了吗 归根结底在于不良引导四个字 一直有网友呼吁封杀于世 他们的理由就是担心会有年轻人被带坏三观 一心走捷径 最后就还是那句话 希望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不管是明星还是名人 都能够承担起社会责任 出息 出息 标准 打来 在 吴 冗 杀